之前你还去看过小八的团宗 那认识她前后印象有变化吗 原本我来这个节目 之前我是 就是听说有一个从 在海外发展的一个艺人要过来 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她 然后我也没有刻意地去调查她 我只知道她是个东北人 说她很搞笑 然后后来接触起来发现 她也是有一点点慢热 但是她跟人交流会很舒服 就是会有来有往的 怎么说呢 反正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有趣